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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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鳥階段是會遇過的 OK 我覺得老師是這樣子的 當一個孩子情緒反應真的來了 譬如說 我今天輸了 我真的哭了 我的反應 就是我把座子可能翻掉了 上課上了一半 我沒辦法接受我這一對輸了 把座子翻掉 當那個情況來臨的時候 那已經是沒救了 就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去控制 只有一種處理的方法 我覺得在立派老師都一樣 就請住家帶出去吧 因為這個課程要 繼續順利的執行下去 把這個情緒失控的孩子 由住家帶領到教室外面 來安撫他的情緒 可是在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我就比較不會碰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自己認為它叫做打預防症的一個過程 就是這個孩子 我有一個孩子 我有一個小朋友 他叫做黃彥祥 這小朋友他在我的近段A班 我們所有的老師都知道這個孩子 情緒反應很大 他生氣的時候他會踢椅子 他會踢那個桌子 他甚至於會摔棋子 所以他在上課裡面 他是一個不定時的一個炸彈 就隨時有可能就讓整個課堂裡面的秩序就失控了 那怎麼樣去控制這樣的孩子呢 如果我跟他約法三章說 你今天做到了什麼 做到了什麼 我就給你什麼獎勵 如果你沒有做到什麼 我就要給你處罰 我覺得對於這樣的孩子 這種模式應該就完全沒有效果 可是在課堂的進行當中 我會不斷地去打地方針 就是他一做好的時候 我是內堂 葉祥真的做得很好 他一打對題 給他一個很大的鼓勵 那他如果在課堂上面 他放話了 會亂講話了 其他的小朋友舉手說 老師黃葉祥有亂講話 然後我會站在他的立場 幫他講話 不會啊 我覺得葉祥剛剛發現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相信他接下來會更好 用這樣的模式就不斷地 安撫他的情緒 我覺得他就不會失控 所以你如果等到那個突發狀況 真的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已經是理解了 除非看你說的那個 突發狀況是什麼狀況 如果就像我剛剛說 那也是一種突發狀況嗎 老師他為什麼做得不好 這種突發狀況就很容易處理 那如果是情緒失控的那種 好桃大哭或生氣了那種 那種要處理就不解 等他出來的時候是不解 跟整個教學的環境也是有關係 就我們教學的環境或是老師所有的助教 他都是有同理心的時候 我覺得當然 那孩子會比較有同理心 那還有這個我剛剛 我之前有提過的一個教學的目的 我如果教學目的是讓你情緒不斷提升的話 我相信他很難學會同理心這一塊 可是我如果是希望教他的是他一個思考的一個模式 幫助他人格養成的一個教育 我覺得他會學會同理心 譬如說我在下棋的時候 我常跟孩子說 我什麼樣的人會成為高手的 很關心對手的 很理解對方的想法的 我很清楚他哪邊是舒服哪邊是不舒服的 我都設身處地 站在對手的腳步回去想事情的那一個人 他會成為高手 可是這只是理論啊 理論他學會這件事情 怎麼樣會學會這件事情呢 我每下一手棋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子想啊 我下完了 對手下了一手棋 我要踩 我要去思考 換成我是他 我是什麼想法 我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 我才有辦法回應他這手棋 那一盤棋裡面他要練習幾次 他要練習幾次 回應給他對手 所以他在不斷的實戰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幫他建立了這樣的思維 你說他不會有同理心嗎 我覺得會啊 他會練習到變成有同理心 他很容易很敏銳的去感知到 因為對方或不是我自己 他現在的心理感受是什麼 他為什麼會有這種反應 我覺得是我一起給他回應 還有老師的引導當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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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 謝謝 下次今天